你们哈以后抚养问题都要是移民的关系知道吗 我作为男人我做事情我会尽到存在 我会有这能力 如果你是跟别的女人伤害答应是 大姨叫刘燕梅 今年48岁离异 没有社保 但有住房 一进家门 就能看出大姨也是利益症的人 家里的装修是特别的简单 一点都不繁琐 而家里最明显的 就是摆着的跑步机 大姨从小就身子弱 因为身体的原因 大姨一直和前夫没有孩子 两人未死也去看过医生 医生也没有给明确的答复 由于不能声乐 大姨和前夫的感情越来越淡漠 现在大姨没有一儿半女的 也挺遗憾的 有的时候就是不熟悉我 他也都问 说那个 你家孩子大了 我反正他也不认识我 我也不需要跟他解释太多 二十多了 男孩女孩 我那时候说男孩女孩 我就这么回答他 男孩女孩 心情难受 然后人家帮我拿好女孩 我就摁一声 帮我拿好女孩 我就摁一声 人家以为说我好像是不正常 第三次他就破了 离婚后大姨为了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 就来到了成为打工 大姨和朋友开了两年多饭店 后来那块占地就不干了 之后大姨的姐弟几个就开了旅店 黄了之后就没干活了 小吃部跟那块干了是一年多 然后跟那谁 跟那就是我们家一个亲手 上那个长村有个护品大市场 在那块开的那个海鲜大白套 然后还带着那个麻辣烫 在那块干了二年多 经历三年 后来那块说要 要装修过去干什么的 然后就不想干了 我完之后就不干了 不干了之后就回来 跟我三姐俩开旅店 再一通线给我干了三年 往上其余的就是 大姨做了胃溃阳的手术 就一直在家养病 没有出去工作 大姨的房子是全款买的 自己的姐姐也垫了点钱 大姨就是十种都是待人 啥也没干 现在不是反正疫情 也不知道好工作 也不好照顾 等到过去当疫情过去 时候再说吧 那你这房子全款买的吗 这是全款 那钱也不够 我两个姐姐给垫上了 垫上之后 往前打工再开垫什么的 往这门 就是现在就是把新的坏了 现在钱都还完了 大姨这么多年 身边也没有人照顾着 大姨的姐姐看着着急 说身边能有个人照顾着 心情也能好一点 是农村 就是农村人吧 就是本的一点 然后就是 我就是想找一个吧 就是踏踏实实过去的 别 别 别在这个哪里了 岁数都大了 你跟 不想藏着这些 小哥正值的 正值的就是 真是热的 就是能好好过去的 就 身体也能好一些 经过姐姐的劝说 大姨也决定 再往前走一步 大姨想找个正值点的 能知疼知热的 大叔叫梁红宇 红娘就安排 两人见一面 两人见面 大叔说自己看着不怎么样 觉得大姨的妆容太重了 大姨对大叔的印象还挺好的 我不喜欢这种 苗美大病的人 苗美 嗯 就这种啊 我不喜欢那人 大姐都说了 她不会化妆 她今天就是因为相亲 她才挂了个眼线 娘的化眼线也不是太好 我说为了重视 因为今天会相亲会见到你 所以才化了重视 我觉得大叔的印象咋样 嗯 还可以吧 还行 怎么还行呢 跟我讲讲 刚才跟他就说过下手的时候 感觉他是一个挺能吃骨骂糖的人 手里边一叉要剪 我觉得他这个人是应该是那个 就是挺那个就是 挺能吃骨骂糖的 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怎么老是个人 大家这么细心呢 嗯 特别 觉得大叔是个吃苦耐劳的人 不够不能看表面 大叔也愿意再接触一下 两人又聊了一会 大叔说自己对对方没有好印象 觉得大姨还是农村来的 现在能买得起房子 都是走了下坡路了 他还没有一好印象 嗯 为什么没有好印象呢 从他谈话一击之当中 我就现在就知道 他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呢 有些时候 有的 你像在社会上 在市里 是特别农村的这些女孩 来 没有什么生机 没有什么生活来源 有的就是 都走向下坡道 这样你生活 没法生活 这不是我们走向生活的人 对吧 做我们男女导演 不可能不得不考虑这些事情 大家也是因为养病 然后最近没工作 自己没法和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 接着红娘也说 大姨一直在工作 只是最近因为疫情 才没有工作了 房子也是大姨辛苦赚钱买的 并不是大叔想象的那种人 了解了这个情况 大叔心里的误会也解除了 不过大姨又提出一个敏感的话题 说如果家里的老人住院 要三万块钱 姐妹出了两万 需要自己出一万 大叔能掏钱吗 是 我知道 这是我可以敬略为 那我就是说 那比如说 我给你几个例子 比如说需要三万块钱 我那两个姐姐呢 就是说一家拿一万 就是这一万呢 就是咱们除 如果说她来是说 如果说那就是 比如说咱们拿不出来 咱们就拿五千 但是就差这五千块钱 老太太和老头就是说 就是住不了院 那不行 那怎么办 就是说 只要能做到 就是咱们简单说 就假如说 能借到 就可以服务 那你看你就求解吧 那假如说没有办法 咱说这个话嘛 咱是说就是 遇到这种事情的话 你这他俩不讨 咱们有能力 也得给你治 那啥妈 就非得他俩拿嘛 对 咱们给人家 那自己拿咱们 不一样吗 她也觉得咱俩 是这种事啊 大叔说自己肯定会 就算姐妹不出钱 自己也会出钱住院 这个回答大姨很是满意 大姨考验一下大叔 俗话说 百善孝为先 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大姨对大叔的印象 会更加的好了 接着大叔就问大姨的身体 想治疗生孩子吗 大姨说自己现在年龄也大了 不想治疗生孩子 大姨说自己以后生了孩子 自己年龄大了 孩子比较可怜 大叔说这都不是你考虑的事 自己会管你们的 一直在反驳大姨 两人差点急眼 女孩以后抚养问题 都要说一年没关系 知道吗 我作为男人 我作为父亲 我会尽到自己 我会有这能力 如果你是跟别的女人生 那当然是 不是 你生的 假如咱俩在一起 你生孩子 不管任何一个人 跟我再一起了 就抚养问题 经济问题 在各方面 我现在就果断 你可以说一句 与你没关系 真的吗 不用你操心 你不能说 因为你没有钱 就我没有钱 对对 你不能说 你养不起 我养不起 我就养不起 应该这么说话 我说的是我的关键 那是养人的责任 那不能说 像你说 那以后五万五十多岁 六十来岁了 那跟这没关系 那就不是你管的事 接着大姨就离开了 说大叔的性格太激动了 两人不太合适 性格太激躁了 还有就是大叔想要孩子 这方面 自己也满足不了 两人没有缘分 两人既这样白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